哈喽,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站在中国 我现在在山东围方,现在我来到了围方的白浪绿洲湿地公园 白浪绿洲湿地公园,南起白浪河水库 北至宝通街,长6.7公里 面积超过了10平方公里,非常的大 这个视频,我就带大家走一走,白浪绿洲湿地公园 前面就是美丽的白浪河 白浪河是围方的母亲河 前面还有摩天轮 白浪绿洲湿地公园是国家机的4A级景区 养友依依 如丝如画 很多市民会来这里休闲度假 微风徐徐啊 碧波荡漾 非常的舒服 前面有一座桥,我们走到那座桥上去 这里有一棵槐树 叫东坡槐 苏东坡赏景的地方 后人为了缅槐苏东坡 在此种植了大槐树 一代文豪,苏东坡的雕像 现在我走在了这座桥上 前面还会游船 看一下白浪河 两岸的风光 前面是湿地欢乐王国 小孩子爱玩的地方我就不进去了 从这个视角看一下摩天轮 我走的这条战道叫苏公堤 我们沿着站道一直走到前面的阁楼那里 白浪绿洲湿地公园是唯方的城市绿星 这个阁楼是不可以登上去的 比较遗憾 如果在上面可以看到整个绿洲公园的全景 白浪绿洲湿地公园 绿化环境太优美了 看这些小黄花 嗨的格外的娇艳动人 游玩的市民不是很多 在这个公园散散步 吹吹清风还是非常惬意的 这边才真是美啊 都是白莲花 有一种江南湿化的感觉 一个人坐在这里 吹着清风 独享着田园的风光 我们从这个视角 看一下白浪绿洲湿地公园 看那莲花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啊 这里就是山东围方 白浪绿洲湿地公园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见